這個事情一開始是覺得蠻莫名其妙的 葉元芝沒事就在走廊那邊對著我咆哮叫囂 我是還以為他傳染到黃國昌病毒 那邊一直吼一直叫 那我走過去的時候他就拼命的念 坦白講這事情就一個根本的事實 葉元芝公開建議韓國瑜院長動用警察權這件事情 我們一直說在國會動用警察權 是非常嚴肅重大的事 從劉松帆 王金平到蘇家權 游錫坤 都沒有動用警察權 當中歷經多少爭議的法案 一個剛當上立委沒多久的葉元芝公開建議警察權 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那可能因為他面對罷免壓力很大 或者年輕是在對他質疑 他透過用攻擊的方式要轉移這個焦點 坦白講他從一開始否認他說過建議警察權這個事情 後來發現他是公開向媒體建議的 那否認無效之後就進入一些攻擊 想要製造藍綠的衝突 這件事情不是藍綠衝突 就是有一個新科立委建議用警察權在處理立法院的意識問題 那這件事情可以讓社會大眾去公平 讓年輕世代去思考 這樣的立委適不適格 那至於罷免的事情我覺得那是人民的權利 我們不建議也不主張 讓人民自己去做決定 那葉元芝一直說我公開呼籲罷免他 他是很急切的想製造藍綠衝突吧 否則怎麼會沒有做這種建議 希望大家呼籲罷免他 我倒覺得葉元芝好好向板橋選區的年輕人選民 好好說明他為什麼支持這麼多退部的法案 為什麼這麼多立委 賴世保這麼多借了 為什麼他會跳出來公開建議動用警察權 而警察權在立法院議場裡面的行使是院長的權利 是很重大的事這樣的建議極度的不適當 他東攻級西攻級不能改變一個基本的事實 就是葉元芝公開建議使用警察權 而這個事情的不適當 我想很多專家很多學者都提過了 就讓他自己去面對吧